Google地图的使用方法 当然我想各位在Google地图应该都有用过的经验 那主要各位如果说在网页上面的Google地图的话 那你可以在它的那个Google的首页里面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个Google的地图 那目前当然你在那个 这个单机就是我们的那个Windows版 就是我们的这个Web版上面的话 它当然有一些比如说你今天要找哪一个地点 比如说我们要找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比如说你就输入一个叫劳工活动中心 或者是新北市 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输入一个一个位置给它 它会帮我找到我现在的相对的位置 那也是透过那个Google地图 它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 那当然这个是使用使用面的 比如说新北市新北市 然后劳工 来个劳工 这边就有了 新北市 这边新北市劳工活动中心 那找到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现在的基本模式呢 就是你可以点选这个位置 它就会自动秀出一个A 表示说你现在的指定的位置在这个位置 而且它甚至 它有很多的新的功能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 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呢 它可以直接让你做路径规划 或者搜寻附近的地点 或者是其他更多资讯等等的 比如说呢 还有街景 放大 还可以传送 移动标记等等的 那这些是它的基本功能 那再来就是说呢 旁边这边有一些所谓的什么路况 我觉得为这个功能应该大家也有用过吧 比如说你想你要到比如中南部好了 那你担心会不会塞车 其实这边都有及时路况 打勾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马上它就会帮你把附近的路况 用颜色来标注 各位可以看到 红色的地方就是有塞车 那黄色就是有一点点塞 绿色的话呢 通常是没有塞 而且这个路况 其实我用起来我觉得还蛮准确的 所以有的时候 像那个过年的时候出去玩的 我就会先看一下 那如果二高 一高塞的话 你就可以走二高 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回避 那除了这部分之外 当然还有什么大众运输 附近有什么大众运输系统 还有看天气 甚至它最近多了一个网络摄影机 不过我看一下网络摄影机好像不太多 也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网络摄影机 它只要呢 它把它放在标记在那个Google Map上面 以后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的摄影机 就是它可以share出来 让大家看到那个地方 像这里我印象中 这个好像是市民高架上面的那个摄影机 那你会透过那个摄影机看到市民高架 现在有没有在上